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录片在先韓国社理教教主性侵内幕 阿滴 滴妹曾加入 台大政大学生也受害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大方姐 去年夏天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美国中院议长麦卡锡说 自己如果当选了议长 也有意率团访台 但到了今年二月却说没有安排 不过也是在二月 另外一位中共议委员 主席盖拉格曾经访台会见总统蔡英文 传出当时两个人就曾经讨论了 麦卡锡来台仪式 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麦卡锡跟蔡英文总统传出计划 四月初在加州会晤 那这个可能性到底高不高呢 而为什么不在台湾 华府智库指出因为台湾大选快要到了 麦卡锡如果访台 恐怕会对民进党造成政治伤害 而另外一个焦点是Netflix的纪录片 以韩国邪教为主题 介绍了四名邪教教主背后的恐怖故事 而其中这位社里教教主 郑明希的故事最为震撼 她被爆料性侵女教徒 被判刑入狱十年 而且魔爪还升到了台湾 将近上百名台大政大的女学生受害 今天我们将会有深入的系列报道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总统蔡英文预计在四月初访美 而且就会在过境美国的时候 跟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晤 报道指出台美双方针对这件事交涉的时候 麦卡锡也表示说 他可以理解台湾对于北京 激烈反应的顾虑 所以台湾方面才会提议 在蔡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 见上一面 而上午这个议题在立法院也发笑了 国民党立委执行外交部长吴钊燮 询问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避战 吴钊燮说这么说 其实还是有点不太确实的 因为外交部的作为是要团结 更多关心台海和平的友人 有国际友人要给予高度支持 台湾当然欢迎 2019年总统蔡英文出访 加勒比海四友邦 去城过境美国纽约 随着任期将在明年画下据点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总统将再度过境美国 还会会晤麦卡锡 有意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 无惧陪洛西来台时 引发的台海危机 曾呛声中国无权干涉 金融时报报道 台美双方就此议题交换意见时 麦卡锡表示 台湾对北京激烈反应的过滤合理 因此台湾方面提议 何不利用在美过境的机会碰面 地点就选在麦卡锡的选区加州 是不是我们未来就是可能取消 他来台访问的这样的努力 以避免我们台海紧张的情势来提高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不确实 在中国的威胁之下 我们外交部的作为 是要团结更多 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些友人 那如果说有国际的友人 要给我们这种很高度的支持的话 我们只有欢迎 根据了解因为疫情影响 蔡英文三年多没有安排出访行程 这次总统府与外交部规划 4月初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 和贝里兹友邦 途中过境美国加州和纽约 访美期间除了会晤麦卡锡 将赴加州的雷根图书馆发表非正式演说 总统府对于报道没有评论 仅说若总统有出访行程 皆会巡礼对外说明 在确保台海及印太区和平稳定的状况下 台美交流未来将持续深化 好怕刺激北京会有激烈的反应 这就要回头去看去年八月份 裴洛西访台 当时是相隔二十五年之后 再由美国的众院议长访问台湾 而今年一月就任议长 共和党籍麦卡锡 在那个时候就说 他赞成裴洛西来台 而且也有意在他自己当选议长之后 访问台湾 那到底麦卡锡什么时候要访台 或者是要跟总统蔡英文会面呢 您或许还记得二月底的时候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 曾经密访台湾 然后他在华盛顿邮报接受专访 他揭露了密访台湾期间 他会见了蔡总统等国安的高层 也透露麦卡锡可能会是在二零二四年 总统大选之后才会访台 但是英国金油时报的报道 是说总统蔡英文在今年的四月初 要出访中美洲这个盟邦 瓜地马拉跟贝里斯 会过境美国 所以会在过境的时候 跟加州联邦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在加州会面 而且传出这个是蔡团队 向麦卡锡建议的 用过境的方式来会面 避免中国做出过激的反应 那学者怎么解读呢 说因为四月初是美国的复活节假期 各地的议员通常会回到自己的选区 而加州就是麦卡锡的选区 所以在这个时候碰面 是很自然的会面 但是这并不代表未来麦卡锡 就不会访问台湾 对着镜头挥挥手 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国安会秘书长 傅力雄走进AIT美国总部 这是二月中台美国安高层会谈 双方马拉松市会谈 一谈七个小时 这场会谈或许也触及总统蔡英文 前四月将过境美国访问众院议长麦卡锡 因为会谈结束 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英国金融时报就报导 总统蔡英文将在美国会见麦卡锡 避免激怒中国 前驻美政治组长赵一祥认为 和麦卡锡几乎是鉴定了 不过为了见这一面 曲折不断 时间倒转回二月初 当时就传出麦卡锡将访台 消息曝光 立刻让中国跳脚 麦卡锡当时还回响 不认为中国能命令我去哪 把中国的警告当耳边风 紧接着二月中旬 同为共和党的众议员 也是美国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借着访台行和蔡团队沟通 讨论麦卡锡访台行程延后 期间正好遇到吴钊燮和顾立雄 到美国进行国安高层会谈 传出当时我方就提到过境加州 纽约和华盛顿三个方案 确实这个加州跟纽约都是过去都已经有过境过的地方 那这个也都是台湾过去总统都被前往的地方 当然是具有象征意义 但是同时也是具有这个往例的一些过境地点 我并不会认为说花复的一个过境 会纳在就是现在当前的一个规划当中 四月初国会会有一个短暂的休会的期间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复活节假期 各地的议员就会返回选区 那么新任的国会议长麦卡锡 他的选区就在加州 那么所以麦卡锡回自己的选区 蔡总统刚好过境加州 很自然的碰面 这个说法上讲的过去 会依循网力 不免是考量到蔡总统任期最后一年 想必会力求稳健 包含以过境 而不是出访美国的方式 还有过境的地点也会仅限去过的地方 特别是这次会谈 传出还是由蔡政府向麦卡锡团队建议 中国最近状况不妙 因此双方有默契 避免中国剥离心碎 又做出围台军演的过激反应 美方也安心 然而风险控管的背后 并不是代表麦卡锡的访台行 不会成真 如果蔡总统跟麦卡锡议长在加州会面 并不代表蔡总统卸任以前 不会再过境美国 或者是访问美国 也并不代表麦卡锡议长 在未来都不会到台湾来 也就是说加州这次会面 并没有把未来所有的可能性 完全抹除 加州会或许是考量中国的折衷方案 但学者乐见 务实外交 能带来更多台美交流机会 进行为学问傅建成 残法导 刚刚学者说了 如果这一次的会面 但也并不会消除未来的可能性 那假设麦卡锡的访台时间 在台湾2024总统大选之后 这比较是可能性的 那如果是在今年访台的话 美国国会的态度或氛围是如何呢 我们马上连线给德州州立大学 汪吕中副教授老师为我们说明 整体来说的气氛是表达是支持的 因为现在的反中的气氛还是挺高的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担心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样的先排 或者是有增加更多的变数 尤其在中美之间 双方都还在拿捏到底谈判的筹码 是什么的时候 是不是国会真的要全力的思维 然后给这么大的压力 在中美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当中 再加一些柴火 所以其实国会虽然支持麦卡锡 做出任何的决定 可是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 事实上也会多做考虑 那这个时候当然 金融时报传出这个消息 事实上应该是蛮肯定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判断 或者这样的一个安排 其实蛮符合目前国会 就是又能够见到 来自台湾的蔡英文总统 同时又能够表达 现在美国力挺台湾 然后展现给北京看这种态度 这样的一个行为 事实上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 不是很满意 但是双方可以接受 又不让美国失面子 同时又可以传递 这个美国持续对中国 尤其是国会持续对中国大陆 表达很强硬立场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 事实上这算是一个 对于国会而言来说 是一个可以接受 而且算是还不错的一个 一个部选择吧 麦卡锡议长曾经说 北京是不能够管他要去哪里的 所以您认为在加州的会面安排 是蔡政府在主动的管控风险吗 整体来说我相信蔡英文总统 或者是从台北方面 传递回来这情报 确实有把两岸关系 现在比较紧绷的情况 跟美方来做一个思考 来做一个讨论 对蔡英文总统来说 如果说是主动做出建议的话 事实上对台湾来说并不是坏事 而且事实上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也让美方传递给美方一个更明显的 就是蔡英文总统在控管两岸的危机上面 有她的独到 有她的审慎之处 长期以来美方对于蔡英文总统 最赞少或者是最认为蔡英文总统 做的好的地方 就是在控管两岸的风险 不论在台湾大家是如何评价 但是在美方看起来 两岸可以维持现在的这个现状 蔡英文总统在操作的议题的操作上面 尤其在两岸或者是国际关系的操作上面 有她的能耐 那当然同时我们要去观察的是 蔡英文总统传递出来这个稳健的讯号 美方可能也会顺势的希望 未来蔡英文总统接下来的执政者 无论是赖清德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 也要比照办理 就是跟美国的关系要近 同时也谨慎的知道如何拿捏两岸的关系 这对于赖清德未来的对美政策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协调来说 可以说是设下一个蛮高标准的蔡英文障碍 而面对两岸的局势紧张 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天强调 一旦中国禁逼甚至跨越我12海里的底线 不排除会采取第一级来做应对 那今天她再进一步重申了 中国要攻台会有许多理由 但国军的本物就是作战 台湾不容许一再的被挑衅 那么另外针对美国可能将东亚军备库 吩放在台湾 邱国正表示目前确实正在演议 面对中国辛劳 一旦越过12海里底线 国防部长邱国正重申不畏战 甚至不排除用第一级证明捍卫 台湾决心 两岸建筑之下就怕美台间 一旦有突破性合作进展 将会加速刺激 中国不满 但美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又会用什么形式来协助 其实早上台湾达成一定默契 一旦作战紧急状况下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地方 弹药可以囤除 但目前在演议当中 并没有想要我准备摆拿你哪种弹种 美台合作紧密难分 人造之一美军军备库 移到了台湾 孔城东亚火药库 显出说万一台海有事的话 那是不是周边其他国家 这个介入或者是被涉及的机会会更高 不是只有军事上的备战 还包括政治上面 如何去避战跟直战 雨差反舰飞弹 那甚至包括榴弹炮 也就是一一五公里的这个弹药 还有就是M1战车 主炮一二公里的弹药 都可能是会预先储存的这些物资 美国有意意注强化台湾军事防卫 打造次会台湾 最重要的还是台湾 难以撼动的爆台决心 而桃园的主委沙滩 被视为是解放军 可能两棲登陆作战的地点 也就是所谓的红色沙滩 因此今年汉光三十九号演习 海军陆战队也将首度把两棲登陆操演 移失到逐围 昨天就有民众直擊了 疑似海军陆战队在这里实施挖人操演 海巡署今天就表示民众拍到的操演官兵 其实是海巡署顶尖部队 海巡特勤队的训练过程 顶得烈日 海巡特勤人员就在滚烫的沙滩上翻滚 匍匐前进 布什还得头顶沙滩 除了沙岸上的贺迅 海上训练也不能少特勤人员 拉着橡皮艇和海岸对抗 实际海浪一波波来 特勤人员就拉着皮艇和海浪 来个浪之旋转 课程包含了战斗运动 战斗超艇 实施隐蔽掩蔽 及伪装 以及水域战斗的技巧 并不像民众认为这是国军部队的操演 虽说不是国军操演 但海巡特勤队和海军陆战队挖人 训练内容大同小异 除了基础体能开放水域训练外 各个都精通潜水救生 反恐防暴等技能 海巡队更肩负海域反截船的 重要危案任务 不管是相关的建军方案 他们都以第二海军来治居 海巡署他有司法单位 他可以遂行 军方所不能担任的情况 灰色地带作战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非军飞民 或飞民飞军的状况下 其实这个时候动用海巡署的 不管是舰艇或者特勤队 其实是最恰当 只不过训练地点就选在 竹尾渔港沙滩 不免令人联想 今年汉光39号演习 汉军陆战队将首度在竹尾渔港 实施两期登陆操演 也难怪海巡特勤队被当成海军陆战队 国防部自己陆军作战部自己承认 有四块地方 要特别注意 譬如说陶渔的宝斗错沙滩 主委渔港沙滩 被视为解放军 可能两栖登陆的红色沙滩 不论是国军还是海巡 都得加强演训 防止共军蠢蠢欲动 近新闻组合报道 不过对于国军的形象有害的 这是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 在上个月底引述了不明消息来源 说台湾有九成的退伍军官 到中国卖情报牟利 引起了舆论轩然大波 府会纷纷发声明驳斥 国防部和外交部也都立即向日经 新闻反映 今天日经新闻终于对于造成困扰 表达了遗憾 但是也强调报道仅仅说明了受访者的意见 这让国防部长邱国正不太能够接受 说这是责任问题 国防部长邱国正硬起来 为了日经新闻报道 我国九成退役军官都是共谍 国防部透过三管道反映 要日经别已读不回 否则将有后续动作 我方的不满日经新闻听到了 声明表示报道陈述仅为说明受访者 个人意见 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社的立场 对于造成困扰表示遗憾 外交部给予正面回应 但日经用受访者个人意见带过 让国防部还是不能接受 你就算个单一好了 那我今天国防部讲说 有个兵犯错他是单一的 单能接受吗 这一个责任的问题 我们不能讲意 他个人的表达我们意见 因为他老板 同样道理 他假如说在这方面的概念 不是那么样深的话 那我就觉得还蛮奇怪的 毕竟我军威信大大受创 邱国正这口气一时间可吞不下 尤其这报道出动辅会 都大动作声明 更让退辅会主委冯士宽动怒 爆粗口 日经紧急声明灭火 才让不少人稍稍气消 不过呢 在最前线保国未明的马祖国军 昨天惊传吃不到肉 岛上的官兵还在西举沙滩 写下没肉吃来求救 事发后国防部紧急派出了两架西腰三栋补给物资 但是最初颇文的爆料者却私下向媒体人透露说 马祖国军断吹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就多次相隔了两到三周 没有运补 而民进党连江县党部主委李问也说 马祖缺粮并不是一个短期危机 而存在了好一段时间了 不只是军方连民间都有这样的状况 马祖阿兵哥没肉可吃 愤而到沙滩写字求救 第一线保卫台湾的国军竟然饿肚子 更惊传这并非第一次 实际求证颇文者低调不多谈 在菊光生活二十多年 拍下照片的是自称马祖老兵的陈宏镇 虽然国防部六号急派两架C13栋补给物资 但他私下向赵绍康抱怨 马祖国军断吹不是第一次 去年就多次相隔两周三周没运补 让岛上官兵居民苦不堪言 马祖房区缺粮光是举公岛官兵 受影响的大约四百人 更遑论整个马祖驻军 就有超过两千多人 不只第一线保卫台湾的国军没肉吃 马祖居民更是首当其冲 一般的店家或是民生物资的需求 现在都出现严重的困境 民众缺乏肉类 民众缺乏新鲜的蔬菜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去年十月就曾经发生过 货船二十几天没有开 我不会惩处 但我们会去检讨 才说不惩处 就传出国防部以影响国军形象为由 要求爆料者下架脸书贴文 但外界更关心的是阿兵哥的荒岛求生情节真实上演 国防部的预警机制为何失离 让国军战力出现大漏洞 近期我们黄新朋友之后采访报道 而政治焦点要来看到南投县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吞败仗的国民党 现在弥漫着一股抓战犯的氛围 党内许多人认为是党中央提名策略错误 所以躲了两天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败选之后 今天才首度公开露面 强调所有的责任由他扛 希望大家不要再把矛头指向党内其他统治 也首度松口 外界关心的二零二四相关的提名办法 明天就会在中常会上讨论 我还是要对于南投这次选举的失利 表达最大的歉意 我作为党主席要负完全的责任 南投历委补选失利 躲了两天的党主席朱立伦终于露面 对于党内批评提错人争招走错路 朱立伦只能意见扛 要党内不要互咬抓战犯 但朱立伦原本有机会 借由四连胜的华丽 辅选战功累积筹码 这下也确定落空 二零二四未来是抬教还是坐教 充满变数 主席二零二四您的角色是总教练 还是您是选手会亲自上场 我一定是无私无我 一定不会有任何个人的考量 我就是希望国民党好 作为总教练 我们一定要推出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二零二四你继续会当总教练吗 朱立伦态度依旧暧昧 党内同志纷纷抢先抛意见 国民党过去的文化 失差之后了 很难团结一致对外 所以我强烈主张不要初选 但是要有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 以国民党胜选为最大的一个考量 我个人认为 征兆会比初选来的 所造成的嫌隙会少很多 明天常会会有开始讨论 相关的提名作业 我们国民党一定会积极的进行 相关的立委跟总统的提名的作业 南投立委补选落幕 外界敲破碗的国民党 争夺二零二四的隐姓 终于被点燃 新新闻黄轩 柳威廷采访报道 国民党要在明天的中常会上 讨论二零二四初选提名办法 那已经表态参选的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今天开启者会就提出了真经方案 呼吁友谊者要主动表态跟登记 这番话被解读 剑指参选态度总是很模糊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那么同时党内的另一派挺国 回党的声浪也没有停 向国民党副主席连盛文 昨天就表态 欢迎国台民回来国民党 而且他也认为 国民党应该协调 共推一个比较有可能赢的人 不主张党内初选 等不到国民党的初选办法 张亚中开记者会自提方案 真经不怕火烈 那这个总统候选人 要怎样才能金光闪闪 要登记要初选 真经方案怎么听 都像是剑指党内最强母鸡侯友宜 不该等黄袍加深 尤其南投立委补选 来迎失利后 扣上缺席选前之夜 不团结的帽子 侯友宜也遭指示战犯 甚至传出朱立伦曾致电 利邀侯友宜出席选前之夜 却遭侯已另有行程拒绝 让朱立伦有怨言 但是有消息说 你们之间好像有点不太开心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侯友宜 他要绞逐2024总统大选的话 那么他必须要顾虑到 全国蓝军支持者的心情 必须要更加的 参与蓝军的节奏 跟各项活动 侯友宜频频露出不沾锅人设 基层想抬轿恐怕也手软 更何况还有在等国民党 一套办法的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亦不容辞 如果郭董事长真的愿意来回到国民党 这个这个我们这条船上的话 我个人当然是很欢迎 所以冲冠一怒 为为为为不要说为红颜 然后为这个为了选举 为大卫 然后导致于国民党会也好 或者是2024年 整个非绿的阵营又失败 我无法想象 连胜文表态 党内反侯声浪再起 毕竟想选的能选的 不只有侯友宜一人 新新闻林婷 谢宏睿 参谎报道 台北市前劳动局长陈信瑜 去年因为被人检举 涉嫌不实合销特资费 遭到检调约谈 北检在今天上午依法起诉 稍后带你关心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上任后 今年举行了首场媒体问答记者会 谈到台湾问题有备而来 拿出了中共宪法小红书朗诵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更警告美国 台湾关系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就地动山摇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 今年也回应 表示台湾中国互不隶属 是再清楚简单不过的事实 正告北京不要再扭曲台湾主张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进行上任后 首场媒体提问 被问到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外交战狼风格是否延续 面对必考的台湾问题 秦刚特地拿出小红书 朗诵中共宪法 秦刚老调重谈 警告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 但我国外交部立刻予以驳斥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客观的事实 也是现状 这场两会外长记者会接近两小时 秦刚一共回答14个问题 除了台湾外 花上最多篇幅的就是中美关系 总是要去绊导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 秦刚以运动员恶性竞争 比喻中美美矿欲下的关系 也指控美国大腕两面守法 一手要求中国不能给俄罗斯武器 一手却长期违反817公报 卖武器给台湾 今年两会适逢北京政府换届 秦刚重申 台湾问题依旧是中美关系第一道红线 警告要是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也将地动山摇 好 关于秦刚刚刚拿出宪法 这一番说话 我们马上要连线给民进党立委罗治政 要请教委员 您怎么看秦刚今天的动作呢 他是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说台海问题 不是中国内政的这一番发言 提出的警告吗 我想他是有备而来 也就是说准备了一本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他凸显的意义就是说 根据他们那个宪法的前言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并不是所谓中国的领土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所以一个中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所谓可以克制表述 是非常明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个对于美国相关官员 包括布林肯 还有各国表达 对台海问题的关切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 去反对其他国家 对台海问题 有任何支持点减 甚至介入了措访 好 所以我们就要问了 那他这一番对美方的警告真的会有效吗 还有他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来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就跟日前 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 以九二共事为前提 可以恢复两岸对话 其实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委员您用怎么解读呢 我想不会有效的 因为很清楚 别的国家对台湾目前 采取更强烈的支持的态度 这是一个趋势 不是短暂的一种现象 另外一个 随着中国在这地区军费的增加 军事投资的增加 其他国家站在台湾这边的立场的力道 还有支持的这种形势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事实上这就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 得有错觉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他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 就是告诉你 这个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是狠狠打脸国民党 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 好 谢谢委员的分析说明 接下来我们要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出席了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民间 工商连届别的联组会 他向中国的民间企业喊话 声称政府始终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似乎有意思要打消外界 对于中国经济走向国进民退的看法 然而中国这一连串的监管风波 已经重创民间企业 如今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围堵 让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想要重新复苏 可能是难上加难 全体起立鼓掌欢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开导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 习近平一语道破要支撑民间企业 把民企当作自己人 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作自己人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予支持 习近平宣称要为民企排油解难 优化发展环境好让民企放开手脚 专心搞发展 还抛出口号要对国际民企平等对待 一心想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 以回及来自国际的经济挑战 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 打压 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不过中共之前却在境内 多家大型民间企业挥下监管制裁大刀 腾讯 阿里巴巴等金融科技产业 都曾经重见 如今中共急于拉拢这些民企 拉抬中国的经济复苏 外媒给的评价不乐观 习近平话语中将中国民气捧为宠儿 但也没有名言发誓 不会再无预警进行监管打压 也让这颗定性丸 不论是中国民气或者外资 恐怕都难以下咽 回到台湾人事焦点 这是台北市前劳动局长陈信瑜 去年因为被人检举 遭到检调约谈 北检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之后 今天上午将他依法起诉 检调发现他涉嫌在任内 不时核销特别费 而且除了用来 之前大家知道的买红酒之外 连假日的家人用餐逛成品买东西 居然都用特别费来核销 那么此外他还涉嫌 泄露了进电视的劳检资讯 给民众党立委 所以检方也依照贪污罪 以及泄密罪将他起诉 前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瑜 被调查局人员带进北建 因为涉嫌不时核销特职费 遭到搜索约谈 所以如果我们开秘密会议的话 那就不叫公开了 是不是就要公开 过去陈信瑜就因为 核销特资费争议和台北市议员 在会场吵得不可开交 如今遭到起诉 看在议员眼里很有感 他对于我们议员的打询的过程里面 长行非常态度非常的强硬 而且死不认错 经过八个月搜证 七号上午检察官掌握市政依法起诉 陈信瑜因为他在任内涉嫌已不时使用 及核销特资费 购买红酒等私人物品 不乏所得合计两万多元 除此之外 他还泄露进电视的老检资讯给民众党 被依违反贪污自罪条例 以及刑法宪移等罪起诉 不只背询态度有问题 摊开陈信瑜特资费明细 表面说要慰绕同仁 不过2020年却在高雄出现多笔消费 加上陈信瑜领口住家附近 还有一笔在领口outlet 消费金额高达8290元的刷卡明细 被议员质疑 他以特别费购买丈夫公司 异象国际商品 已经辞职下台 却躲不过司法调查 陈信瑜遭到北检起诉 致必又会掀起另一波政坛 议润纷纷 进一步去调查 检方就发现了陈信瑜贪污的方式 跟明目真是五花八门 像是他在母亲节带着家人 跑到高雄去过节吃烧肉 甚至为了核消费用还只是下属说这个室油 要写成是局长请同仁吃饭 就连他跟丈夫吃四千块左右的火锅 还会用食用工会聚餐的名义来报仗 虽然欺比款项加起来两万多元 不算很惊人但就是贪污 生生一鞠躬一改先前强硬态度 陈信瑜讲话与带哭腔 被检举报假账 只是他的争议还不止这一桩 陈信瑜被踢爆两年之内请假时数 竟然超过八百小时 被封为北市府请假王 任职期间他接连传出负面新闻 不过最大的争议还是不时核销特资费 像是陈信瑜明明住在台北 却在母亲节跑到高雄吃韩式烧肉 还只是下属手写筑记 这时局长请同仁吃饭 另外休假回高雄时 他和丈夫去吃火锅 四千多元的费用 事后以应工支出用 特别费报销还换个名义 拿石油工会聚餐来核销 他还任职在市府的期间 就已经鼓动了请正丰单位来做调查 希望司法也能够还原真相 强调第一时间掌握贪污市政后 就将陈信瑜的特资费明细 交由正丰市清查 不过他爽花人民纳税前 遭到北监起诉 未来恐怕面临重罚 只要检方拿出收局对质 陈信瑜就辨称是同仁诅记错误 把责任向外推 他的便宜形式和涉滩所作所为 全在北监起诉书里原型毕露 继续邀请问 中央放宽了租金补贴 连维建顶家都纳入了 而之前没有被纳入的工业宅 在营界属新政策中 就有望跟进领补贴了 稍后带您关心 从去年下半年因为景气下行 加上政府打炒房 整体的房市买气呈现降温 但是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根据联征中心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 想在六都或是新竹买房 一栋破千万这已经是常态了 尤其这四年来新竹涨得最凶 新竹县晚四年买 平均就要多花410万 政府的政策是房地不应该再继续涨价 这个对于国家经济 如何让它降价 可能是更多年轻人的期待吧 不止涨价而已吧 价格的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的确在温和的一个下降 内政部说房市有降温 但看看市场交易真实状况 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根据联征中心房贷平均建估值 二零二二第四季平均房价 台北市居管超过两千四百万 其次是新北市新竹县紧追在后 突破一千四百四十七万 六都加上新竹 平均房价首度全数 占上千万元 数据显示 想在六都或是新竹买房 一栋破千万已是常态 房价涨得很凶 数据会说话 和四年前同期相比 新北 桃园 台南普遍多出一百八十万 而新竹更夸张 新竹市晚四年买 贵了超过两百八三万 新竹县涨最凶 多贵四百一十点五万 主要因为新竹地区 它本身 区域内的就业人口 很多都是科技业 那新竹县跟新竹市 又是全台湾所的收入 最高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这种 比较高薪资的购物族群 那他们尤其是这种科技业 过去两三年又是呈现一个大多头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们比较有多的一些资金 去购置一些不动产 靠科技产业加持 助攻部分地区房价 尽管从去年下半年 因为景气 加上政府打炒房 让整体房市呈现降温状态 但是修正速度牛步 加上近期通膨悄悄富人 想看到房价回落 短时间恐怕还是很难 金新闻 吴亚听力方词 裁缝报道 特别说买房很贵 其实连租房也很贵 而去年中央就有三百亿的租金补贴方案 但是却被发现 违建顶家都被纳入了 但是有一群人却没有办法申请 这是租到工业宅的房客们 现在出现曙光了 营建署松口表示 工业宅不见得不能补住 现在也正在沿拟 要依据房屋的样态 纳入住宅补贴范围中 从客厅延伸到厨房走简单明亮北欧风 这一栋工业宅当初找名人代言惹出争议 因为工业宅规定不能当住宅使用 但不止它 看看其他几处工业区建案 阳台晒起衣服 很明显被当作住宅使用 有些甚至被转租 一旦申请租补贴 大多被卡关 点开中央三百亿租金补贴 查进度 跳出资格不符 一查退进云英才发现原来租的房子 是一栋工业宅 税籍并非按住家用税率 只不过中央放宽租金补贴 连维建顶家都被纳入 合法租客却因为租到工业宅 领不到补贴 反而成了补贴孤额 但如果我自己要住 我不会选工业宅了 外观是看不出来 你说因为跟一般住宅没有什么区别 工业区一当住宅用 除非房东主动告知 不然一般租客根本不会知道 领不到补贴足足吃门亏 但在行政院拍板的住宅补贴新政策中 渴望出现曙光 你知道建筑本身你是有住宅的那些 几个太阳的事情 或许就有可能 所以说你叫工业宅就不可以 林建署表示工业宅不见得不能被补助 还需要依据房屋太阳 目前都还在研议中 有望赶在七月前开办 进行欧亚听李方慈采访报道 全台缺氮 持续延烧 农委会主委陈集中卦 保证三月的时候 氮荒可以缓解 有民进党立委看不下去 说四五月可以缓解 就已经很奥弥陀佛了 稍后带您关心 你今天买到蛋了吗 农委会主委陈集中日前表示 三月的时候 蛋黄就可以缓解了 但最近还是有很多人 到7-11也买不到茶叶蛋 就让自家的民进党立委 也看不下去了 他今天在立法院 执行陈集中的时候就质疑 以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 到四五月可以解决 都已经算是奥弥陀佛了 不过陈集中还是在保证 说等国外进口的种鸡 跟鸡蛋来了 三月底就能买得到蛋 而四五月的时候 国内产能就可以上来 预计进口三十万只的种鸡 而且排成每个月都已经排好 那叙事所感觉 鸡蛋缺缺缺 来自农业大县 评诺的民进党自家立委 庄瑞雄也看不下去 因为农委会主委 乘集中挂保证 三月蛋黄可缓解 陈集中在拍胸脯保证 三月底就能买得到蛋 四五月国内产能就能上来 但无问题是 台湾种鸡场规模小 仅有千万只 但相比全世界 几十亿只实在差太多 无法自行研发种鸡的情况 还是得靠进口 但国外因禽流感肆虐 鸡蛋产量也不足 台湾民众怎么办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能挪一些我们鸭蛋 也来让市面 让大家可以买的 一个替代 不过这个比较适合消费者 因为鸭蛋跟鸡蛋去做加工 它是不一样的用途 因为以前有所谓的口罩地图 快筛地图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鸡蛋国家队 蓝绿伟帮忙集思广益 同时也质疑 近期蛋价二连涨 甚至有蛋商喊出要涨十块 是否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 鸡蛋的价格在序幕法 有特别的规定 它针对这个产地批号的价格 它有一个产销的协调机制 蛋黄现阶段还看不到镜头 连自家立委也不满 乘机种着乌沙帽 恐怕也得刺雷蛋 进行文理家 方伯峰 台湾报道 好 蛋黄 蛋价飙涨 就连带的有连锁效应 物价也全部都要涨 台北市有部分的学校 已经发放了问卷调查 说下个学期 预计要调涨阴阳午餐的价格 那今天团山业者就出面澄清了 阴阳午餐的涨价 不全是因为鸡蛋 而是近期包括原物料 人事成本都涨了 所以预测接下来 全台湾的阴阳午餐 也有一波涨价潮 香喷喷团山料理 准备送往各学校 蛋豆鱼肉营养得均衡 只是现在鸡蛋缺货 又不断涨价 这把火传出又烧到营养午餐 蛋绝对不会是主要的因素 一公斤的蛋有十颗 那十颗蛋涨五块钱 等于一颗蛋大概是涨五角 那你一个月吃四颗蛋的话 就代表说一个月大概是差距 大概是两块钱 团山业者赶紧出面灭火 涨价是因为营养午餐 好几年冻涨 目前台北市三星国小 博爱国小以及福德国小 已经发放问卷调查 打算从五十二元涨到六十元 另外明湖国中 已经确定从六十元涨到六十五元 目前预计是从五十二块调到六十块 对那我们这个价钱 是从一百零六年到现在 都没有调涨过 以博爱国小为例 营养午餐六年没涨价 偏偏大环境通膨 加上基本工资每年调升 团山业者当然吃不消 不过营养午餐也不能 说涨就涨 台北市教育局回应 如果营养午餐有涨价需求 得先透过问卷或适当方式 调查家长意愿 达到七成问卷回收 和六成家长同意 才能依照调整后的价格办理 招标作业 而且单次调涨价格以十元为限 至于新北市则需要达到八成以上 家长支持才能调整 想让孩子吃的健康又均衡 营养午餐价格涨价恐怕势在必行 继续员佳有黄桑报道 其实郑明熙呢 其实在一九九九年 就已经在韩国爆发了性侵丑闻 但是为什么接下来 还可以在两千零三年 在台湾因为爆发性侵 台湾政大的女学生 被检方发布通缉 而入狱服刑十年之后 二零一八年出来 就是我们刚看到 纪录片的这位来自香港的女孩 讲的这个性侵过程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案子 他还可以持续的吸纳这么多的信徒呢 就有曾经在校园里被吸收 参与了摄理教的前教友 跟我们分享了摄理教 吸收教友的手法 他说他是在参加校园 社团表演活动的时候 有学长姐就来跟他接触 非常亲切 而且外貌都很亮眼 不分男女都很好看 而社团聚会时候的活动 就是跳啦啦队 男生踢足球 女生打排球 都是非常健康的 那么一直到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他才开始慢慢地 会去跟你分享教义 但是他使用的经典是圣经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大概只会以为是基督教的梦 一个分支或是教派 那等到时间一长 你就跟这个教会 越来越紧密了 我们一起深入来看 Netflix纪录片以神之名 韩国社理教领袖 郑明希 被来自香港的受害者现身控诉 他是救世主还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狼 Netflix一生知名纪录片 揭开韩国社理教教主 郑明希 黑暗面 根据纪录片中受害者陈述 郑明希滥用信徒信任 专挑高挑女性下手 多次性侵女教徒 而且受害者遍布各国 2007年中国警方在北京将他逮捕 隔年移送回到韩国受审 2009年被判十年刑期 当时他父父上诉 郑明希 2018年初遇 佩戴GPS教练 行踪全被官方掌握 但他依旧回到教会当教主 甚至重施故技 再度犯下性侵案 遭到一名澳洲女子 以及来自香港的夜宣举报 郑明希去年十月再度被逮后 警方陆续收到多名女性提交的起诉书 案件正在审理中 家计清韩 仅仅小学毕业的郑明希 口才很好 善用利用教义对教徒洗脑 1978年建立受理教 1980年借着传福音扩大势力 受理教声称在韩国 有超过十万名信徒 全球各地也有分布 包括美加英国 澳洲日本台湾等等 受害者出面拍成揭露片 要来揭露这位教主真面目 进行有这种报道 社理教在台湾的发展是这样子的 早在一九八八年 他就以耶稣诚新会的名义 进入台湾 后来就吸纳了成员 越来越多了 在两千零一年的时候 周刊就曾经爆出 郑明希的魔掌 伸向了台湾 当时特别指定的是 包括了台大政大 这些知名学府的学生 超过上百人受害 那么之后呢 他又在南韩 香港等地都爆发性侵的争议 受到国际通缉 所以刚我们也看到 他是在两千零七年 在中国落网 被引渡回韩国 最后判刑十年 只是没有想到 二零一八年出遇之后 又故技重施 说到其当初 忍不住哽咽 设理教性侵事件受害人之一 叶轩 去年三月 在韩国召开记者会 公开他进入设理教后的悲惨遭遇 当初吸引他加入的最大号召 就是设理教教主 郑明熙 轻柔的话语搭配温馨成月 用影片广传教应 让韩国社理教教主 这明晰 红遍国内外 用通俗 新鲜的方式重新解读圣经 吸引不少信徒追随 年轻时 曾在统一教担任讲师的郑明熙 一九七八年 创立基督教福音宣传会 后改称设理教 JMS就是他名字的缩写 郑明熙 自称是弥赛亚 以及救世主 要以爱的教育 提信徒 检查身体 在韩国的信众 号称超过十万人 但一九九年 首度爆发 性侵丑闻 韩国设理教全任时期 号称有三百个分支教会 在一九八零年代后 陆续传入亚洲 和其他国家 一九八八年 也以耶稣诚新会的名义 首度进入台湾 海外信徒 估计在一万人以上 没想到二零零一年 郑明熙魔掌 升向台湾 包括台大 郑大等知名学府学生 超过百人受害 一般来讲都会找学生 因为学生的话 第一个比较天真 第二个他对整个社会的人性 还不够清楚 第三个他有很多的理想 很多的 宗教老师他可能就是利用他的团播 用宗教的力量告诉他 他们要做什么 哪些伟大的事情 来救赎世人 用宗教之名去做骗射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犯罪的包装而已 然后用集体的力量去全控制被害人 曾经参加过设理教的台湾教友坦言 当初自己被他新潮的形象吸引加入 发现教内大多是学生或年轻女性 前辈姐姐全天后关注自己的日常大小事 再用各式教会活动填满生活空档 让他感觉温暖 获得不少成就感 但后来越发觉得教义不合逻辑 赶紧抽身 而摄理教教主 郑明熙在多次爆发争议后遭到通气 2007年落网 隔年引渡回韩国 开启十年牢狱生活 只是郑明熙入狱服刑后 设理教却没有如外界预期走向衰退 反倒在全球吸引更多新的追随者加入 2018年他出狱后 顾忌重施 叶宣在记者会上声泪俱下 指控正明熙的恶行恶壮 好不容易从韩国逃回香港 就是要揭发摄理教的真面目 因为数十年来受害者一再出现 对于长期争议不断的宗教团体 韩国政府却不曾强力表态 让外界质疑难道宗教势力堪比财阀 曾历经黑暗独裁岁月的韩国 如今走向民主化 但宗教自由言论自由 却是当权者不得愉悦的红线 剑新闻综合报道 棒球经典赛明天就要正式开打了 中华队即将对战巴拿马 谁要扛下先发重任呢 稍后带您关心 棒球经典赛明天要正式开打了 中华队首战对上的是热身赛 还没有传过败机的巴拿马队 对方预计要派出曾经有大联盟资历的 右投手梅西亚 去年他整季都没有上大联盟 但是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至于中华队的先发投手 已经确定是统一师的王牌投手 胡志伟 胡志伟在上个月2月7号 热身赛的时候表现优异 主头4点1局搅出了无安打 无十分的好成绩 所以明天的赛事就要由胡志伟 扛下先发重任了 中华队准备好了 那A组的其他列强呢 昨天热身赛爆出了大冷门 这是强敌荷兰队输给了中职新军 台岗雄英 全场只有靠巴伦丁轰出全雷打 但是难称大局 现在荷兰队在热身赛 已经吞下二连败了 至于古巴在大联盟的好手 孟卡达罗伯特 加入阵柔之后越打越好 成为了这次中华队预赛的最大经典 大旺一辉荷兰队重炮 Bellerton一半轰出左外野方向 两分炮 证明自己在日职创下的单季六十红记录 绝非朗得虚名 但全队只靠他 这发红不让拿下两分 最终反遭台光雄英逆转 中场二比四落败爆出大冷门 比起荷兰队古巴队表现有如导吃甘蔗 在大联盟好手孟卡达挥出拳雷打的带动之下 以六比零完封忠信兄弟 A组强在热顺赛通通出场亮相 中华队首战对手巴纳马 热顺赛表现最佳 拿下二连胜 意大利排名第二 荷兰队目前表现最差 先后败给富邦汉将 以及中职新军台刚雄英 古巴红色闪电一开始不如预期 但已经越打越好 汉山教练团 也以对战经验特别提醒中华队 要注意红色闪电的助跑型打者 Royal Santons 古巴就我们比较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那个跑打的那个打者 他有跟我们讲说那个真的是跑打 然后脚趁算蛮快的打 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我们要特别注意 以我们投手来讲是要蛮注意他的 这历比赛开打已经进入倒数 即时A组列强在热顺赛 找手感拼长打进入最佳状态 晋级门票鹿死谁手 精彩可骑 大联盟史上最强终结者李维拉 今天下午来到台中洲际球场 出帮球公益活动 换上球衣戴上手套 亲自传授小朋友们棒球的技巧 他在被问到究竟他的二丰线诉求 跟王健明的升卡球谁比较强的时候 李维拉笑笑的说 因为我比他资深 所以可能占有些优势 传奇的42号站在外野草坪上 李维拉7号下午现身洲际球场 亲自带着小朋友参加公益活动 小跑步跑向场内 就像当年他从牛棚跑向投手球 风采不减当年 仔细看身上还穿着印有他名字 加上42号的专属上衣 亲切跟小朋友讲解投球技巧 直接胆息下跪 即使预言不同也没关系 李维拉亲自示范 完全没有球星架子 时尚首位全票入选大联盟名人堂的前阳机 终结者李维拉这次来台湾担任经典赛的开球嘉宾 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他跟王健明的那段情谊 坦言看着王健明长大 回忆起在杨基与他当队友的时光相当开心 不过李维拉感叹王健明因为拨累受伤 生涯有了几大转变 而被问起王健明的深卡球墙 还是自己的卡特球比较强 他这么说 最强守护神现身台湾还带着小朋友传承球技 让所有王健明世代的资深球迷 重新燃起美好回忆 世界棒球军也在集结这么多国家的好手 所以怎么解决吃的问题是一大难题 因为每个国家的口味都不同 所以主办单位就找来了国内知名 buffet餐厅准备球员们的饮食 餐厅业者今天透露 球员们的食量真的很惊人 每天要准备一百公斤的牛肉 五百颗的鸡蛋跟三箱意大利面 那食量最大的是哪一国呢 业者说是意大利 还不到中午餐厅美食就已经送进球场 这次经典赛特别邀请国内知名buffet餐厅进驻 要让所有球员吃到饱 热身赛打得精彩 消耗体力也得适时补充营养 球员们的菜单是经过大联盟前后二十多次修改 才能端上桌 原本餐厅准备了包括茶叶蛋乳肉饭 珍珠奶茶等台湾在地小吃 却意外遭到退货 像是要剥壳的茶叶蛋含有反式脂肪的奶茶 以及台湾小吃乳肉饭和面条 都因为太油或是含有肤质 因此从菜单上剔除 球员们食量惊人 每天都要准备一百公斤的牛肉 五百颗鸡蛋 一百五十公斤米饭 外加三箱意大利面和六百颗面包 而且食量最大的队伍非意大利球员莫属 意大利对胃口好 而且还指定要喝番茄汤 意大利面不要白酱和青酱 甚至指定要吃白米饭 例外古巴队不吃蔬菜 荷兰队则是要求蔬果要多 全部料理当中最受欢迎的 就是红酒炖牛肉 部分国籍大家都爱吃 在赛前的话 就是以均衡饮食为主 如果是反式脂肪 像是奶油或是牛油类 就会比较不建议 经典赛集结各国球员口味也大不同 除了常常表现 球员们的饮食习惯 也成了床边的热门话题 近新闻赵建林 蔡儒如张蒋采访报道 冬季雨水偏少 中南部的降雨量 创下了六十年来的新低 要缓解中南部水框 恐怕还要等到五月的梅雨季了 稍后带您关心 中央即将局今天举办春季天气展望记者会 翻析去年冬天中南部的降雨量创下了六十年来的新低 今年三四月份的春雨同样也偏少 想要缓解中南部的水荒 恐怕得等到五月份的梅雨季了 至于最近几天 全台各地大多是晴朗的好天气 不过因为辐射冷却的效益 日夜温差非常大 好天气阳光露脸 还有人已经患上短袖出门 大台北高温上开二十五六度 但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三月七号清晨最低温 出现在新竹关系仅仅七点九度 我们这种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天气 我们看看未来一周 其实会持续个好几天 周日周三云量少 几乎全台阳光普照 周四以后东半部水气增多 开始出现零星降雨 周日封面报道 雨是扩大到北部山区 到了下周一 强烈冷气团南下 气温可能一口气 纵降十度 下星期干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这一波冷气团带来的干冷空气 会让各地的降雨明显缓和 所以下礼拜一开始 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温度的下降 冷气团南下没带入水气 眼看中南部水情告急 苗栗明德水库只能再乘一两个月 南投物赦水库剩下二十五天蓄水量 台南增稳水库更剩不到二十天 气象局统计去年新竹以南 冬季平均雨量已经来到六十年最少 在三月份非常明显 台湾是属于降雨预测是偏少的 机率比较高的这个范围 但是进入到四月五月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降雨偏少的讯号 是逐渐在减弱的 冬季雨水明显偏少 只有北海岸以及东部部分地区 接近正常 中南部向市日月潭阿里山嘉义台南策战 创下史上最少降雨日 想解南台湾的可 可能得等到五月没雨季 至于冬季温度 接近正常值是历年来的第三暖 新新新新郭燕廷相报道 南部的水晴还没有缓解 高雄明天开始水晴转为黄灯 要实施夜间的减压供水了 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 水公司会试供水的状况 在242处的这个管子末端 以及高地加派水车或放水桶 让民众取水 但是半夜就得开始做生意的早餐业者说 他们担心减压供水 那么吸完洗盘子就会变得很不方便 已经提早准备好四五个大水桶了 将面团放进油锅里炸 一会儿变成蓬蓬的酥脆油条 高雄这家早餐店半夜两三点 就开始做生意 但八号高雄就要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老板娘大水桶早就穿本本 卖吃的水很重要 二三十公升的水桶即将派上用场 另外同样半夜做生意的还有这里 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自住洗车厂 如果半夜减压供水 民众说车子根本冲不干净 如果减压供水的话 那我们就经常早洗车 因应严峻的水情 高雄八号开始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从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 每天大约可省下八万吨的水 水公司超前部署 先将二十多个大水桶扛出来 水车也在一旁待命 未来将市状况在两百四十二处管末 以及高地及时救援 高雄除了年初找好的十一口井 也将再增找五十口抗旱水井 水力局强调抗旱水井是开花深度 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的深层地下水 至于农业灌溉井是取用深度 二十到四十公尺的浅层地下水 寒水层不同几乎不会影响 关键时刻全民一起开远节流 新闻 创临 谢嘉玲 李一清 台访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稍后请持续锁定进转全球 我是大方杰 我们再会 新闻 李一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